花蓮市首度参加世界关灯一小时的活动 26号的晚间是在花蓮市的港天宫 由主办单位欧莱德企业董事长葛旺平 和花蓮市长魏嘉贤 以及许多热情参与减碳爱地球的民众 共同关灯一小时 市长魏嘉贤也呼吁全民 可以从小地方就能够落实节能减碳 也肯定这一次透过国际性的活动 让世界可以看到花蓮 全球同步关灯一小时活动首度在花蓮市举行 26号晚间许多热情响应减碳爱地球的民众 齐聚在花蓮港天宫前广场 首先欣赏精彩的祥师宪瑞 还有电音三太子热闹表演 接下来由主办单位欧莱德企业董事长葛旺平 向大家报告关灯一小时的重要意涵 我们都希望有湛蓝的天空 新鲜的风气 清澈的吸水 整个美丽的大地 我想这一代都是上上 就是所有世世代代所留给我们的 我们应该有这个责任 也有这个义务把它留给我们的孩子 还有我们孩子的孩子 那我们希望气候变迁这样的一个逆境之中 经由关灯一小时的一个小小的动作 让我们可以洗手做出一些努力 在这一小时之中去思考 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 可以做出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相信我 只要大家洗手合作 我们就可以去做出改变 市长温家贤也以指导单位的身份 到场共襄盛举 他也呼吁全民 在日常生活小细节当中 就可以做到节能减叹 希望大家一起洗手 让地球永续 那也跟所有的乡亲朋友报告 那我们花莲市 还有在港天工的地方 特别今年荣获我们 22关灯一小时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活动 全球性的活动的台湾主场 所以我们在今天8点半的时候 会全球的同步 我们会接下东京的棒子 接着来做关灯的动作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港天工 可以让世界成为著名的地标之外 也能够培养更多我们花莲 或是世界性的更多年轻朋友们 了解到节能减叹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 随手关掉不必要的灯 能够让我们地球可以更永续 可以更美好 这是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 再次的呼吁大家 爱护地球 那我们非常感谢 欧莱德的葛旺平葛董市长 特别把这个活动带来花莲 未来我们会持续的来 推动我们环保爱地球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工作 8点30分 现场和世界同步倒数计时 场面相当震撼 5 4 3 2 1 2022关灯一小时 台湾从花莲市港天工主场到总统府 台北101 信义商圈 台中歌剧院 原山大饭店都共同和全球一起来 关上不必要的电灯一小时 希望透过关灯小举动 呼吁全台民众要重视实践低碳生活 改变过度消耗地球资源的生活习惯 关灯一小时 让地球更美好 解论配换室报导